在一个课堂上 老师问同学们 鸟是怎么飞起来的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翅膀 鸟光靠翅膀就能飞吗 老师问 学生们想 如果鸟不靠翅膀 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来飞吗 老师说 同学们 鸟飞起来 如果空气没有 鸟光有翅膀是不能飞的 因为空气是鸟酸动的翅膀 在空气产生气流 载起鸟的身体 如果鸟的四周没有空气 就是鸟的翅膀再大 它也是无法飞起来的 老师 从鸟的悲响说到的人生 同学们 如果哪一天 你们有美好的想象和志愿 你们想在人生飞起来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 让你们飞起来的 并不是你们自己的翅膀 更重要的是你们周围的人和周围的环境的帮助 所以 有大气的人是一种弧度 实际上这种弧度就是难得弧度 我们需要帮助别人 我们需要帮助别人 对不起 人老了 我话还没讲完呢 人老了 但是要有一颗璀璨的心 不老 要让这颗心 战胜小我 成全大我 低调做事 低调做人 从路不经 借脚借造啊 好 好 好